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炮队 屏风马的 这么一个开始 对 居酒瓶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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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酒瓶二 居酒瓶八 居酒瓶二 这个 这个革命老区 这个 孙奥宇呢 骑义风格比较破辣 喜欢这个进攻 创造力也不错 但是他就有的时候 反复 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大的失误 如果失误能够减少去的话 他的旗呢还是挺不错的 这盘旗呢 黑方等于还是 对 黑方选的相机 他是先去把筋溜了吗 没有 我们这个次序呢 还要给大家摆清确点 他居先没出 他走到这儿 他换了一个次序 他先重病 然后祖三级 这个其实 然后他上马 然后等他飞向 黑方飞向 等于这个次序呢 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儿红方呢 再走去就行吧 双方都比较细致的讲究 就说这个呢 变方次序以后呢 就是看谁更有力了 是 那红方就再走去就行吧 这样就不一样了 对 刚才正常的变化呢 就是说 导致的结果呢 也可能走到这儿 也有可能再走成其他的变化 对 那么接下来黑方还是走走马上 除此几万的也可以走炮 平行对居 这都属于 比较常见的布局 但这个布局当中呢 就是 比较老式的了 变成五九炮 然后接下来黑方祖三级 他先出去 这个先出后出反征 也都一样 可能也 变化呢 速度同归 是啊 然后祖三级 左上去进攻 好方是 击退一步 击八退一的变化 这如果击八平六呢 黑方有马 四进二的这个手段 这样 对 你还得马踢退五 那么黑方祖三级 这个三组过来 将来有马二进四 是 这个棋呢 就是 当然另有变化 也有这个原来的 前面的棋手呢走过 对 击八退一呢 被认为呢 就是比较稳妥 是 他冲过来以后 然后黑方是不是也只能退马 嗯 要先把马回来 对 举八进一 他 在拱 他在退马 退马 等于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就是保留这个八路区呢 对黑方 鞠马炮的这种 牵制和威胁 对 以后 就是让你过一个组 就是说这个呢 等于 红方从这个大局这个出发 嗯 就是弃这么一个组 啊 并且把黑方这个组呢 还放过河了 这个也是很有胆识的 对啊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下午 感觉压力也挺大的 对 但是呢 黑方呢 在这个局边下呢 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攻击的办法 嗯 他走 炮水平易呢 来这个 试图呢 对狙缓解压力也是正常的 他举八正西 王平狙 然后他狙二斤二保住 这个时候 红方呢 没有直接狙狙水三吃掉 如果吃掉 黑方马 马就火了 马三斤四 马三斤四 对 你要是狙七平六 他可以狙二斤二保住 以后还有炮一平四打狙的 对 这黑方这个阵型的就非常的 他啊 结实了 作为先手方来讲呢 不肯 嗯 那么红方呢 走狙二斤六 对 这个是比较凶的 符合这个孙大刀的这个风格 啊 这个孙奥宇外号叫孙大刀啊 嗯 这个 他们队的队友呢 还管他叫妖刀啊 是的 他有的时候这个招法呢很奇特的啊 是啊 这个 他这种 走法都是有进攻型的 对 他都选择的这个 跟对方这个拼命的 对 这个棋呢 那以往还是从马特尼寺啊 这个比较多啊 对 还有就是我记得 炮五平六 您还跟我讲过什么有个炮五平六 对 这么一个很精妙的棋啊 这个串打的棋 这红 黑方也是平兵 对 红方呢 就说的 也不走什么 就是其他时候 他就放着这个族呢就过来 对 他在马特尼寺 对 他跳上来 嗯 他就把故意把这个中族送给你吃 对 这个招法也很奇特啊 我们大家也可以心想一下 这个三兵一下 红方这个思路 走到中路来了 红方炮我平气 就是红方呢 走得很奔放 对 这个大打出手 那看黑方这个局面怎么去应付啊 对 黑方呢 目前就是黑方这个 右翼这个鞠马炮啊 运转不灵 必须呢 以后马四六这个危险 对 必须要这个动手呢 把他这个鞠呢 赶走 所以在这个思路下呢 黑方左炮退役 也是正确的 准备炮二平三 对 那走到这呢 红方就是走了一个 鞠二平三 鞠二平三吃兵 张老师我觉得这棋看着 红方每步棋都非常凶狠 凶狠 他也不管自己的这个防线了 这个黑方这三族都冲到中路来了 对 就这个棋 您觉得这个黑方是不是 形势也不是太不好了 奈腾 不乐观这样的 这个棋也是 就是两个马都很受制 你看实在的话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啊你走得这么凶呢 毕竟你也是有后务之忧的 最主要黑方这个族还属于 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就是说黑方呢 有黑方的好 红方也有后务之忧 对 那么这个棋就是说 双方在这种激烈的对攻的情况下呢 就是要求双方要走得更加精准 是 不能够手软 不能够松懈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可能对这个棋啊 心理上准备不足 是 一下呢就把这个棋呢 就是走坏了 对 他走马上退伍了 这个棋一下就坏了 对 不过感觉挺能理解 对 赶紧去防守 苏少峰呢也是 内蒙古的这个 本土的棋手 对 也是一个新进的一个夏尼大师 对 原来呢也曾经在这个 河北区院学习 对 也是一个比较文气的 一个小伙子 那么最近呢 这个应该说 也取得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进步 但是在这盘棋当中呢 这个环节呢没有处理好 他应该打局 他联赛不错啊 他是顶合了像寻传老师啊 然后伯凤波老师啊 这些特技大师选手 对 应该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对 今年内蒙古呢也是下得不错 对 目前呢 截止是第18轮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第三位 对 广西第一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上海 上海 上海河内蒙古并驾 齐驱 占据了23位的这个位置 那他正好平一步吧 这个棋呢就是黑方 如果去换的话 红方马武器一登 这个棋 红方比较先手 那黑方这个棋 有一个居二进三的好棋 掌居捉 什么都不理 对 黑方呢就是说等于不去换他 来把红方这个 河头马呢 来捉他一下 那红方也只能抛齐进六了 对 打的话呢 他就也是吃掉 然后他吃掉 这个棋呢就是说 等于有这么一棋子的手 对 就红方 你又觉得你吃他马三下 跳上来 对 居六进一 那还得居六进一 对 这俩居都在显地 黑方的这个时候 左居进七 有这么个胸肉 下部棋盯着这个居八平六 对 这窝心马的问题也出来了 对 你这个马呢暂时跳不出来 是 而且黑方呢双驹 马炮足 这个五个子站位都非常好 那就是 如果下场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是黑方是比较满力的 这个棋 他这个马不能吃 不 红方不能走到里面 他得把它压回去 对 这样 然后他在马三退一 这就是一个 这个棋就变成黑方马炮手制 但是黑方有中足过来 这么一个会有顾忌的局面 对这样 他在炮一瓶八 他在炮一瓶二 炮七瓶八 他不在炮一瓶二 他将来二楼炮 可以炮出金尔 可以扣中炮 对 这也很厉害 这个棋就说的 鹿死水手呢 上台预料 是啊 作为洪方来讲呢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对 这个是进居桌 对 这是一个极锁 就是说双方必须要争的地方 对 走不出这个来 这个棋黑方呢 马上就吃亏了 他走马三退五 对 他实际上也是就是想要摆脱这个两码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象棋的这种学习和这种下巴 是 要感受到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一招不慎 满盘被动 再走一招不慎 就满盘 就是结束了 满盘结束了 但是说有的时候 也是走一个软招 可能满盘就动不了了 的确是 这个棋呢 倒还不至于完全动不了 但是呢 整体形式就很被动了 所以说牵一发而动全军 主要黑方就是完全是防守 没有这种防守反击的 你看双方这个棋啊 对 从开鱼到现在都走得很紧奏 是 黑方走得也不错 但是呢 就是这招棋没有续上来 对 形势就落后了 是 那么红方得理不让人 他继续强行去进攻 那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只能走G2G2了 前不久我在网上 跟大家这个交流 我给大家说 可能也只能G2G2 然后你 红方你蹬了的话 他不是很怕 他可能红方凶的话 打象一枪 抛七星期 打象一枪 对 我把你落掉 我马武警三一蹬 然后在G2G2拖住 这个棋黑方呢 还是可下的 还可以 你马上去蹬掉 我吃掉你 然后八路炮再给你成个底炮 反正这个棋 亏可能是亏一点 对 但是呢 还有这个对攻的机会 是啊 主要还有个中足在这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应该这么下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今天要给大家讲两盘棋 不给大家 后边站的时候再细说了 总之黑方呢 应该G2G2顽强一些 他走什么呢 马七进五 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红方呢 等于是 好 先生夺人 对啊 这个 他马武警三 这个防守 他吃掉 他可能黑方产生错觉 嗯 他可能觉得抛花拼三呀 这打G呀 打G 然后就占优了 不就是脱险了 对 G2还是吧 换掉 我把你这个换掉了 问题不大 还可以下一个 但是他没料到什么 那红方这时候突然 露出了这个凶招 他这个G不要了 走一个炮一平五 对 你一样是打我G 我就砍相 我就G5平7 砍你好几个子 砍相 不是 这吃姜还不能电炮 这还小心这个闷弓 对啊 所以说 走上这招以后 黑方这个形势呢 急拽而下 对 这要环中炮太厉害 只能又炮他平五再回来 他也没办法 把这个中炮先换掉 人家手累 嗯 这其他应该换掉 换掉好一点 换掉好一点 嗯 然后再去瓦金四 对 他实在先去瓦金四 那这个棋呢 让红方多补一招相 反而好 因为红方的马会慢一点 对 这样子正好跳上来了 对 跳出来就是好位置 是 那黑方这个棋 主要痛苦在什么地方呢 右翼的三个子力 全动不了 都 你要对居的话 他还有G6进三 别住你这个手段 是 让你对 对完了你还是动不了 你将来少兵 啊 而且位置差 就是 应该说这个形式呢 应该说岌岌可危了 嗯 走到这呢 应该说也是红方的 这个 是啊 他选了这个 非常 啊 好的这个情况 对 然后黑方是7-8进二三 他很无奈 他就是说的 被迫再去变换 对 红方 他跑一退一 红方走 G7平六也很厉害 他实战 G6平七 反正也 优势也够了 对 他走过向三进一呢 就要丢向了 飞向 对啊 换掉就向丢了 所以他出了个将 向不愿意丢呢 那个形式更不好 G7平六一将 这么将 他还得进将 然后红方 他变不了炮 炮五平六 对 前去进二一卡 红方这个 妙手 对 他先去马自进五 准备马五金四挂江 对 他只能 他G8退五的 他还退到二路线 他退二路 他可能退四要更好 稍好一点 那不G6进二 对 他就G6进二 就一下卡住了 这又打中向又吃炮 对 还有马五金六 对 那走到这呢 应该说这个黑方大势去吧 是啊 那这个棋就是说的 最终呢 这个苏绍峰呢 这个很快呢 败下阵来 输给了这个孙浩宇 对 最主要黑方这个关键的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已经做了 较为详细的分析 就是中局这种对攻战的时候呢 手软了 是 所以说像这种棋呢 就是需要呢 这个 这个双方呢 这个要 攻 一攻一守啊 都要跟他上 如果哪招棋呢 这个出现了问题呢 这有可能那个导致形势呢 这个 这个 将日下 是啊 那这个主要是太被动防守了 对 好 那这个 有关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稍后呢 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您 好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第二盘对局 呃 双方的对阵呢 是 内蒙队的苗立明 先手对阵浙江队的成吉俊大师 嗯 嗯 杨立明呢 他从马八近期啊 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棋手啊 嗯 由于他那个在布局当中呢 独树一帜啊 曾经第一步棋的采用了那个 知识啊 对 出了意料 这个呢 因此网友送他叫知识歌 哦 就是说他他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棋手 对 但是功夫呢也是不错的 他的想起的这个思路 就是天马行空了 嗯 这个棋呢是苗立明呢 比较喜爱的一个走法啊 先跳马 然后环中炮 对 嗯 他呢 对这个棋研究的比较深 嗯 并且呢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啊 非常出色的这个战绩 嗯 黑方马上进三 跳马 然后虎方再马上进三 嗯 一般走到这呢 黑方还是马化进棋比较多 这个呢 就形成了 出棋 中炮 啊 对平鲁马的这么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开局 就等于是 是 是 嗯 这个可以平三棋 就形成将来五八炮这个阵型 对 也可以G24 苗立明一般喜欢走G24 那这样平鲁炮对棋 对 你对了棋以后他再攻三病 然后他将来G9G1 对 这个呢就是说 呃 大家也是 是 经常呢 这个 下到这个局面 也属于比较正常 是 就是说洪方有些微弱的先手 对 比较细腻 可能是程大师他不愿意让洪方走出自己这个熟悉的一个领域 对 程继俊呢 他是这个来自浙江的这个选手 对 也是连续多年的参加了向甲的比赛 他喜欢啊 防空马这个阵型 他走一破八平六 对 然后洪方走狙击 给他变了 他不再出直驱了 这一期啊 对 洪方比较灵火 这样子进炮打马的这个先手就没有了 对 嗯 然后黑方走马帮进七 好 然后洪方走兵武器冲 冲兵 等于形成了啊 中炮横击 郡忠宁对反攻马的这么一种 好 有一点变化的这个棋 跟以往 那个居一平四 哪个兵都没滚 对 是有所差别的 那个张老师就以往的棋一般不是 就是说 黑方也是出居了 洪方也是居一平四这么跟住 对 这样子一个中炮就是横车 对那个黑方是反攻马的一个棋 那现在这个一路巨没有动 是不是洪方这个先手 还是挺不错的这么一个形式 嗯 黑方这样走是不是 这种 这种反攻马 不是特别愿意考虑 嗯 也不绝对 嗯 这个棋是这么来看 就是说 洪方呢 这种走法呢 是不错的 它比较新颖 是 对黑方呢 有一些威胁 但黑方如果应对了呢 应付得当呢 也并不是说这个棋就不能下了 是啊 因为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也有很多选择 对 比如说他不走马巴基西 和走居酒精一的 哦 这个棋先长起来 对 就即便这么走呢 他也可以 他走炮来瓶 他瓶中炮 这个洪志就曾经用居酒精一 把水晶栓占上了 当然下的去快棋 是 但是就说洪方这种灵魂的走法呢 他就是基于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呢 平六或平四 对 他可能也很灵活 嗯 让黑方走居 就平吧 内蒙古呢 应该说这两年的这个 在伊泰的这个支持下呢 还是这个向甲的队伍呢 逐渐的成熟了起来 去年呢 他们有王天忆的加盟 今年的王天忆走了 他们成绩反而比去年呢 还要更加好一些 这也是一个 让人想不到的这个现象 是 因为这个各种因素 对 这个交替 互为因果吧 应该说内蒙的两位本土的棋手 都是进步非常的大 对 一位是苏少峰 还有一位是 玉强 对 两位这个小将呢 这个也是进步 对 当然这个今年的这个 一个是洪志 对 另外一个苗立明呢 两位这个非本土的这个 棋手呢 加盟到了内蒙古队 也使内蒙一泰呢 应该说是 今年的象奖呢 发挥的非常不错 对 还比较稳定 是 另外呢 这个浙江队呢 这个在 前面的这个比赛当中 前一段的比赛还是比较好的 一直占据前三五位的位置 对 那最近几楼下的也不太好 是 跟我们这个比赢队好像接近 好像排在我们前面一点 这个第七位 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 但是浙江队呢 他整体来看比较年轻 赵欣欣 这个黄珠峰 还有这个承津俊 还有这个小将 其他的两位三位小将 对 都岁数比较轻 他比较有发展潜力 他们整体 我觉得还是进步是很快 对 然后洪方这时候是满三进五 一般来讲就是先去八进四也可以 他走炮金二 对 然后长炮 对 然后洪方又居九集 又开了一个局 然后他走 黑方走 黑方是去八进四 八进四 嗯 然后他走 居六进五 对 他进居 对 这个旗就说 对这个黑方呢 还是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是啊 这个就是 就是张老师 我觉得像 他居一样可以 他居一样可以 这个盘头码还是挺厉害的 他居一样可以 这个承津俊 居一样 对 确实对这个部居研究还是不错的 是 研究有素 他走的尽管看上去呢 有一些的重复 但是他还是构筑起来 比较顽强的这个防御阵型 是 他这部戏没有做好 他这时候是 他是选择了G8平四对居的戏 对 我们待会再说G8平四 先看他实战 先看他应该走什么 对 他这会儿应该走马斯金四 这时候跳马 对啊 他就说你离这比较远吧 这个棋红方似乎有这么一个桌 比较厉害 掌具桌 这个棋你要走抛二推二呢 来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 对 他G再近一 然后你这个马 要抛完进三要后拉马 对 你也只能马斯金三了 对 然后他G4平七 你看红方这两个G很快 可以对黑方的这个阵型起到很大的干扰作用 将来可以生相 但是这个棋黑方也没大事 他走抛二进四 抛二进四 对 举七级砍相 砍相 我的十六金融捕一种 这个棋黑方呢 亏是亏一点 但是呢 问题还不算太大 对红方这个马炮阵营呢 也起到了阻碍的这个作用 对 这是这个下巴 他另外呢 他黑方还一个比这个更好的走法 他不退炮打击 对 就把这马呢 忍让回去 直接先回去 对 反正我下不知也是先手 你再点的时候 再点一步 我再补一手 这个棋呢 红方暂时也没有明选的进攻手段 是 主要他冲冲兵这个还有换子 对 你冲我就登了你 将来我炮兵我是先手 对 我打你中砲 打你中马 这个有这个手段 所以说黑方如果这么走的话 红方到底怎么能突破呢 反正我也没想出来 还是一个双方一个互缠的一个局 对 但是黑方在这里呢 就犯了一什么错误呢 他就旗言约啊 叫居不利险地 他把这个居走到危险的地方了 怎么危险的正好是红方的马口 红方随时有这个冲冲兵的旗 这个棋呢 就是说从小呢 这个成绩军看来这个概念呢 不太强 所以说从小你学的我们那个老师啊 那个 原来我的老师张向敏 原来在北京上 这个教我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老哥们说 只不要立险地 立险地就被险 因为你看你现在要躲居吧 人家进居一捉 捉嘛 这挺便的 对 居自进我 所以成绩呢他就想什么呢 我居呢 先手站过来 把你居逼走了 然后我在足迹 他光想 你现在不用急 我居可以躲开 可以躲开 兵冲不下来啊 对 但是他没有发现 后边的旗啊 你躲是能躲 但是你躲得了居 你躲不了其他的子了 对 他这个旗呢 就是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这个居还是挺危险的 这个被人的掉入 怎么利用这个旗呢 那苗立明呢 这里表现的呢 非常的神勇 嗯 苗立明呢是韩南人啊 嗯 对 他是跟那个著名的特医大师李来群一个家乡 是 这个后来也是在河北队啊 这个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个选手 嗯 红方呢先进居 这一桌马 你很明显不能马七七六 人家一兵五级一 对 你不知道怎么走了 对 那他只能马七七八 挑外马 好 现在给红方这表演的机会了 红方兵五级一冲 冲兵 这正好也炮武器上也打不了 对 打了这一换了 你得橘子兵五吃 有个炮八退一 对 你这个居很危险 居太危险 对 他橘子兵二 橘子兵二吧 这个棋按着正常的思路就是 红方 这个 可能兵五级一 也可以考虑 人家打一枪 登了 吃了 对 这个棋呢就是说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 这个时候呢 红方突发奇想 也可以说 不是奇想 是刚才早就计划好了 对 就是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讲 他是一个奇咒 是 你现在不是一拱中兵 他打一枪 你能把我这中马吃了吗 对 我现在不让这个 你这么的这个计划实现 我还能拱下去 那怎么办呢 用你的鞠呢 当架子 用我的炮来保这个中马 你看红方这个思路很奇特 他走炮八吉 长了一步炮打鞠 对 你鞠不能走其他地儿了 走其他地儿我也冰五鞠拱 反正我这个中马有根了 对 他只能鞠四瓶三 只能鞠四瓶三 然后这个时候红方不理了 冰五鞠 冰五鞠冲下去 这个冰很凶 这个吃炮的话 这滚了就太厉害了 滚了以后这个马倒是抽香 对 所以黑方来了这么一招 先蹬 对 他准备换击两个炮 那红方呢 退居 强行这个拦住 对 这么拦住 对 那黑方 黑方这时候选择了炮舞退一的棋 对 他就是 这个也不能吃 吃了 继续拱又跳满抽居的棋 对 就是感觉这个黑方还勉强能防守 但是红方呢这个时候 对 也早就预料好了 因为如果你逃八楼炮 他对方还有足迹尼这些手段 对 红方呢一鼓作气 一气合成 继续冲病 事无迫夺 冰五鞠再冲 你不能打 打我泡泡屁股一僵就怕 基本上把你僵死了 对 他只能飞 飞掉 然后你看红方呢 突然的左鞠呢 通头以后 两鞠一并 这个很厉害 杀气 准备杀气室 二鞠错 对 黑方这个也不能炮我瓶六 炮我瓶六主义白送 对 吃了以后 我再逃炮 打僵也 对 黑方很无奈马七退六 对 暂时拦住了 红方鞠不通头 但红方这个时候早呢 就计算好了 这双方计算都是很 很就是 主要红方计算得好 对 黑方呢是穷于应付 对 红方呢就是 红方这个计算很深远 手起刀落 弃鞠了 先弃一个鞠 那他只能吃鞠 吃掉 然后马自行刀杀齐 马流进去握死你 对 你这个握心炮啊 那黑方炮只能打出来是不是 对 这是双杀 握槽一个挂角 对打出来 然后我这时候再把鞠给你吃了 对 这时候没办法 那我们走到这再看啊 现在马流进去要一将 对 抽你这个鞠 你中炮来不及躲 是不是 对啊 他就丢死了 那你要是躲鞠呢 鞠一推一的话 这个炮丢了 炮就丢了 而且炮丢了以后 这个鞠还没法下 对 他怎么没法下 没有任何补偿 我们看啊 他鞠一推一 鞠一推一 人家像一飞你 下步骑准备炮八屏五一将 马流进去一将 还有杀气 你鞠 手泪 鞠一平四看上 正好接力是低 一将 你垫不了中马 因为炮没根 炮就是知识 你看他这鞠泪也站不上 跳马正好有一将 对 嗯 对 马流进去一将 然后我们这就不用摆了 他炮我瓶六 对 出将这二个炮瓶六 又是连将 就说黑方鞠一平四都出不来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方很无奈 就是索性 是啊 炮还没飞子就认负了 这个也很短 二十回合 仅仅二十回合 红方就取胜了 最主要黑方这个鞠八平四 失察 当然红方呢 这个进攻呢 也非常精巧 从进鞠捉 兵舞机 炮八级 这一连串的手段呢 对 可谓呢 字字诛鸡 是啊 也感谢您的收看 这一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也同时也感谢您 关注小型世界 关注2015的全国向甲联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嗯 嗯 我们再去 躲开 跳麻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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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